欢迎回来 前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燕 涉嫌接受酒店业者的性交代 在15号的时候被南检 癥结起诉 建议要重重量刑 只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 监察院还决意不弹劾他 这就让前立委陈老汇直言 现在南检已经打脸了监察院了 监察院难道不需要重启调查吗 另外前立委孙大千又直问 陈宗燕这个案子 死案伙伴 到底是谁压着检调机关 不能够继续办下去 去年被时任立委 陈宗燕怒喊人格抹灭 相隔一年半 检方也不挺陈宗燕 依照贪污罪起诉他 更点明他犯后态度不佳 检方见起从重量刑 陈宗燕被起诉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惊讶 是否是因为办了郑文燦一案 让所有检调觉得 赖总统他是对于 打贪反黑开了绿灯一路通行 陈宗燕涉贪发生在他任职于南市府 期间涉嫌接受酒店业者的性招待 帮忙协调警察人士 还有视听场所变更案 算下来一共十二次的性招待 其中两次没付钱 一共省下两万四 被检方认定贪图性招待 收受不证利益 而且陈董招记还要严选 比如说要尽量挑不要有刺青的 包含爱家爱玲还有宏吉一时的小云 都服务过陈董 陈宗燕则去回应会证明自己的清白 陈宗燕更是被逆转起诉 陈南在二零一五年是被南检查无视证牵截 直到去年二月陈婉慧接获爆料 再提报才让检方重启调查 结果去年六月高检还说 南检牵截无为师 监察院更不弹劾陈宗燕 高检和监察院一再帮陈董背书 最后陈董被起诉了 这样的结果 其实也重重打脸的监察院跟高检 监察院原先的不弹劾案 是不是应该重启来做一个调查 陈宗燕的案子在十年 将近十年前被迁截 郑文燦的案子将近七年前开始被查办 但是又被冷冻起来 是谁压着检调机关 让检调机关不能够继续办下去 然后时隔这么长一段时间 忽然死案又活办了 南检打脸监察院 让蓝白骑红监察院是废物院 过去监察院能够二度弹劾 检察官陈龙祥 这回的陈宗燕要不要比照办理 二度弹劾呢 结果向前往台北报道 好 就像刚刚大倩哥 在新闻里面有讲到说 现在这个好像是死案活办 所以就想要来问一下 就是说 现在这个陈宗燕他这个案子 现在就被重启调查 然后现在也被台南递检 来症结起诉 而且要重重量刑 那民进党的连政委员 他们表示会在27号的时候 来讨论他的案子 你认为陈宗燕 他会被停权的几率高吗 那刚刚我们有看到 这个前立委陈宗燕有讲说 这就是在打脸这个监察员跟高检署了 你怎么看 陈宗燕的这个案子 大家都看到刚才的新闻片段了 他其实在2015年就被南检牵截了 那么后来当然有这个郑正如陆续提供了新的市政 但是高检又再一次的捍卫了南检当时牵截的决定 所以一直到现在忽然之间这个死案被活办了 那么当然就会让我们不得不去质疑 那么过去这10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如果这个案子现在 大家想想看案子 通常应该在最新鲜的案发前后 你去办比较可能办出个结果 你有看过一个案子过了10年 忽然之间拿来办了吗 就将近10年9年的时间 这个案子忽然之间从原本的牵截 到现在可以正式的起诉了 那这中间难道没有鬼吗 难道没有发生什么 这个上下起手的事情吗 在过去这9年的这个10年的时间之间 到底是谁压住了这个案子 是谁包庇了陈宗燕 让陈宗燕这个案子可以在2015年被牵截 高检署为什么当时在这个2023年 又再一次的捍卫了南检 当时牵截不起诉的决定 这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 陈宗燕有没有接受性招待 这些相关的市政 未来在法院上可以 这个大家可以看清楚 听他讲清楚说明白了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现在南检可以把他起诉 那么南检打脸的已经不只是监察院了 南检还打脸了 以前南检各个承办的几个谷的检察官 你们这些检察官当时为什么要放过陈宗燕 是什么理由把他牵截不起诉的 难道南检不应该出来说清楚吗 告诉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这个案子过了9年10年之后 忽然之间要把他起诉了 那么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今天是谁压的这个案子 大家看看陈宗燕的案子 跟郑文燕的案子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郑文燕的案子发生在七年前 七年前发生这个案子 为什么到七年后才能够征办 这七年不是没有检察官想办 可是每一次想要办都被压住了 是谁压着的 然后现在忽然之间 这个案子通通都可以拿出来了 一个七年前的案子 一个九年十年前的案子 可以在这个时刻被侦办 这个时刻还有人说 我们要去给赖清德鼓掌吗 这有什么鼓掌的 这个过程就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法院跟检调 就是民进党自己开的 他要办谁就办谁 他不要办谁就不要办谁 所以司法检调加上监察院 现在不都是民进党的附水组织吗 就民进党上面的掌权者 一句话点个头 这个案子就办了 这些人就被起诉了 这个大老板不点头 这些人就可以继续在下面 为所欲为吃香喝辣 这就是民进党过去执政以来 台湾真实的面貌 就大家看看 现在很多人说 为什么陈中燕要办 是因为赖清德要肃摊反腐 所以检察官硬起来了 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 如果赖清德真的要肃摊反腐 各位看看 郑文燦的案子为什么没有持续扩大 我不止一次在节目上讲了 郑文燦所牵涉到的传闻 现在大家看到的华雅科是最小的一件事 你问一下桃园的人 一般的政治人我都会告诉你说 哎哟还没听到华雅科这件案子 我们听到的都是别的传闻 那这些传闻为什么没有办下去呢 如果今天警告单位真的可以放手一搏 没有任何的政治压力来做牵办 郑文燦的案子早就会扩大侦办了 然后为什么现在办到陈中燕呢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理由 不是因为郑文燦印起来 这个赖清德要检调单位印起来的 而是因为赖清德当他办了郑文燦之后 必然会牵动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 他这个时刻必须拿几个自己身边的人来开刀 否则接下来这些事情 如果让其他的派系爆出来 那么赖清德就很难看了 所以赖清德现在在做的事情 不过就是继续延续他原本在下这一盘大旗 他当时的主要策略 先在民进党内办自己人 打击其他的这个派系 然后树立自己的权威 接下来用这样的气势去办在野党 办克文哲办国民党 这是赖清德原本就设定好的剧本了 陈中燕只不过是这个剧本里头 本来就应该要出现的情节跟角色而已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质疑的 已经不是陈中燕有没有接受性招待这件事了 就是这件事情 经过了这么多媒体的报道 经过了这么多政治人物的爆料 其实有没有大家心里都清楚了 我们应该要质疑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些案子可以拖这么久才办 那么在过去那几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南检承办过陈中燕 把他牵结不起诉的检察官 这个时候应该要站出来 跟全国人民说清楚讲明白 你们当时是为什么要牵结不起诉的 监察院这群捍卫陈中燕的 这些丢脸的监察委员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出来鞠躬向全国人民致歉 你们对陈中燕都可以这样重放轻饶 要你们监察院有什么用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下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